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本来我以为西安既然已经开始封城了 开始闹饥荒了 是吧 你上级部门你多少你得重视一下 物资供应你要把它给供应充足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事情比想象中的严重 今天我就看到一个非常让我气愤的事情 就是说那些无良的小区 他们自己有些有些食物坐地起价 发国难财就发国难财 还放狠话说你吃不起就别逼逼 你这穷人饿死你们这帮穷人 估计你买房都是按揭的 我们看上这个 既然你这么嚣张 你想出名是吧 我替你宣传 你看这是微信群的聊天记录 小区物业2号 这里是根据上级指示 本小区唯一指定供应蔬菜 垄断不让到其他地方买 任何人不得购买其他渠道的物品 已经发现黄码处理 我买什么东西吃 我去哪买 我还让你管 你是吧 你看这个价格蔬菜 一箱438元 有需要的请订购 底下马上有人说我要三箱 这400多块钱一箱 这不是明抢吗 400多相当于欧元 560欧元了 560欧元买一箱蔬菜 我在这边买一箱蔬菜 也就是十几欧元 就能买一箱蔬菜了 他这边要400多人民币一箱 别人说你这不是抢钱吗 400多一箱 你看他怎么说了 他回复更气人 回复是在这里 特殊时期价格正常 然后你不买有的是人买 这点来了一个吃不起就憋嗶嗶 饿死你们这些穷人 饿死算了 最看不起穷人 还不是一个人在说 最看不起穷人 估计买的房都是按揭的 按揭的房怎么着 按揭的房你就感觉就低人一等了 是吧 真有优越感 还骂别人是穷逼 我我是看过这个不行 我得替你宣传宣传 你既然你要想出名 我就替你宣传一下 这里是什么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陕西省 这是一个什么 该企业被列入金银 异常黑名单 估计是卖菜的 细节就这里就没有说 咱们再看这个 为什么说他们敢把蔬菜卖成天价 一箱蔬菜卖400多 因为现在的西安是真的是在闹饥荒 这不是我说的 这不是我造谣传有 是吧 咱们就看网友 他们自己这个字比较小 我来直接念 他说不让出门 线上也不让配送 小区外围的超市便利店 也不让开门 是不让他们开门 什么意思 垄断生意抢生意 是吧 你看刚刚那个小区物业 他自己卖蔬菜400多一箱 如果说你小区便利店 你开门了 是不是就给我抢生意了 就不让他开门 西安这决策绝了 我看西安这不是疫情 这是闹饥荒了 肉夹馍苦中作乐 孝中带累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凌晨核酸一大早还是核酸 现在听到牛肉两个字 都是哈拉夫都止不住 直流口水 没想到这都 这个是2022年 这2022年居然快闹饥荒了 想吃火锅 想喝可乐 想吃油炸肉夹馍 油炸肉仅仅仅只有的梦想都难以实现 这都是老百姓最朴实的一些 想填饱肚子都很困难了 还有这是另外一个网友 我加了8个群 熬夜到两三点也没有买到菜 网上还说收到政府发的物资 是上期节目我都说了 政府发的物资 是发到政府的家属楼里面去的 知道吧 就是说那些给政府 给他们为政府是吧 赵家人单位事业机关 他们能够收到政府发的物资 他说难道我没在吸 知道的人说西安是在闹疫情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闹饥荒 那事实上就在闹饥荒 事实上就是在恶怒的 昨天就有小美红10天之前还喊西安加油 现在喊什么快饿死了绝望了 你看看这现在别人怎么说的 这是为了活下去 西安就是要把人给饿死闹饥荒 得病没得上 人却被饿死了快被饿死了 真的是一觉睡到早上10点半 那么一天只能省一顿饭 他干脆就是一觉睡到一点半 一天就省两顿饭 睡到一点半以后午饭不用吃了 对吧不用吃饭 就直接就是说三十点钟吃一顿饭 吃完一顿饭之后赶紧再睡觉 再睡到明天早上一点钟 一天只吃一顿饭 是吧 这一天就是省两顿饭了 是吧 现在又睡到大半夜好饿 便宜的菜都在网络里 支援的菜也都在新闻里 只有我们在现实里等死 网络上都传播正能量 负能量的不让播 网络上是吧 菜都好便宜 打开冰箱里面都是菜老百姓没有个肚子 送的菜很便宜 都卖到机关单位了 是吧 政府家属都里面去了 那是在网络里面 支援他在新闻里面 那是为了给外界看 是吧 为了给西安以外的人看 不给西安 别人都觉得西安没事 去年是武汉 今年就成西安了 去年还吵他 还说武汉怎么怎么样 今年西安又赶上了 现在西安真的是在闹饥荒 咱们再看看网友怎么说 晚上八点钟小区全部开灯 大家一起唱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这就叫夹边沟的意思 夹边沟 我以前我看夹边沟电影 明明人都快饿死了 然后有人还说 我们来唱首歌 来补充一点精神食粮 都快饿死了 你还唱歌 你唱的声音越大 你身体的体能消耗越多 人就越快饿死 饿一下没关系 长春的人民精力 告诉我们饿完就解放了 是啊 长春围城 林彪打长春毛泽东下令 围围而不打围个半年 一个几十万人的城市 50万人好像还剩几万 剩17万还是几万 反正就是说死一大半 还要打台湾 估计过几天就要打台湾了 是吧 民怨毕竟需要被注意力吸引 现在光喊着饿饿饿 闹饥荒 如果要再去做一些宣传 台湾还没解放 台湾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马上鸡血一打 不知道能不能缓解饥饿感 什么都要管 包括饭饭吃饭哪有爱国重要 如果说爱国能填饱肚子 我不介意西洋的朋友们 都去喊一些爱国的口号 在这里咱也不扯什么政治正确 也不扯什么普世价值 也不说什么启蒙 把肚子填饱 才是真的 还记得到处接锅盖的人吗 我最关心的人们是不是 就是关心老百姓的锅里 习近平到处去接锅盖的吗 现在大家看到了 看到了西洋真正的情况了 这不是我说的 这不是我造谣 今天聊的所有的内容 都是网上别人发的 我就是不原创 我就是把大家发的内容 他们是真饿还是缺食物 我就是一个二捞饭子 我在我的频道 简简给大家看 这就是西安的情况 饿肚子 还有一些无良的小区 无良的物业 趁机还发国难财 一箱水才卖400多 这不是明抢吗 好吧 在这里怎么说减少消耗 现在还能怎么样 有些人能逃就已经逃了 逃不出去了 只能说是减少消耗 多睡觉 然后把馒头泡发了吃 也能够扛热 稍微扛一点热 这没办法 你要问我怎么解决 我这没办法 那就先说这么多